歡迎收看金錢戰隊 每次用最短時間 檢討今天前進明天 讓你的存款數字跟手機號碼一樣長 我是主持人大K 曾晃文 第一個階段我們邀請到 國票投顧之花 婉銀分析師好久不見 婉銀好 嗨 大K 這個趕快看一下 這一週各個主要經濟體的 這個經濟表現 我們先看一下禮拜一的時候 臺灣公佈了四月份的出口數字 年增百分之十八點八 基本上表現得還算不錯 所以給他一個笑臉 不過婉銀待會在後面 有些解讀 這個不同的解讀 跟大家做分享 另外在禮拜二的時候 公佈了德國的經濟景氣指數 雖然是持續的衰退 但是比前期衰好一點點 所以我們稍微給他一個笑臉 也是笑臉 對 要不然過去有幾個禮拜 長期鎖定我們節目的觀眾朋友都發覺 一直都是苦臉 好不好 我們今天盡量找一些笑臉給大家做參考 笑臉特別多到今天 對 然後這個歐元區 經濟景氣指數 本來負四點四十二 結果出來的是正二十九點五 這絕對是笑臉 好很多 對 然後另外拜登總統 他有提到對於中國大陸的關稅 可能要稍微減緩 因為他們覺得通膨太嚴重 而且拜登總統說 今年首要目標就是要打擊通膨 在我們後面陸續的做追蹤 到了禮拜三 對岸的中國大陸公佈了CPI CPI 2.1 PPI 8.0 雖然都是成長的 但是大家看一下 中國大陸CPI 2.1 比全世界其實低很多 所以我們還是給他一個笑臉 另外德國也公佈他們的CPI 月增跟這個年增 基本上跟預期都差不多 所以還是給他一個笑臉 也是笑臉 對 並沒有惡化好不好 另外美國 這最重要 美國公佈的CPI 年增八點三 大家看從八點五掉到八點三 稍微往下掉 所以給他一個笑臉 雖然比預期來的高一點點 那核心CPI一樣 從六點五掉到六點二 有下降了 對 這個可能是個 拐點 希望 那禮拜四公佈是美國的PPI 這個持續的這個優於 高於預期 但是也是稍微往下掉 從十一點五掉到十一 所以這個生產者的通膨 也稍微舒緩了一點點 給他笑臉 但是禮拜四晚上公佈的 初領失業金人數 比預期來的多一點 所以給他一個哭臉 另外禮拜五最重要的 就是密西哥大學公佈的 相關的消費者的信心指數 今天公佈 對 會影響到美國的一個 走勢 那我們剛剛提到 本週最重要的就是通膨 我們看一下 禮拜三美國公佈的這個通膨 剛剛提到 四月份的CPI年增八點三 比上個月的八點五好 所以樂觀的人認為 拐點可能出現 下半年搞不好 CPI陸續的往下掉 但是悲觀的人認為什麼 你八點三 還是比預期的八點一來個高 壓到哪邊 這個FED的目標 是希望未來通膨可以壓到百分之二 觀眾朋友 悲觀認為從百分之二 要慢慢壓到百分之 百分之八壓到百分之二 這是一條漫漫長物 所以經濟數據看完之後 你覺得現在要偏樂觀一點點 還是悲觀一點點 這個看起來這個數據 兩邊這個壓寶的人觀感都不一樣 那我們來看一下總經數據 還有可以告訴我們什麼樣的訊息 我們看下一張 好 我們先從這個美國的PMI 跟中國的PMI看起 是的 那製造業PMI 我們看美國跟中國的一個數據 那美國四月份的一個製造業 PMI是五十五點四 我們可以注意到比三月 五十七點一來的下滑 這邊有透露兩個訊息 第一個是過去的半年 不知道大家還有沒有印象 去年這個半導體的晶片 太缺貨了 所以供應鏈在緊俏的情況之下 加緊而備貨 造成現在很多藏料 包含記憶體 還有包含被動原件的庫存 到現在還是一個偏高的水準 這是一個隱憂 第二個是能源價格持續上揚 現在每桶的一個原油 還是有超過一百美金 那這其實無形在增加 企業影韻的成本 這導致企業在這個訂單 下單的意願就變弱了 我們來看一下 實際上數字像什麼樣子 我們看到四月份的一個製造業PMI 新出口訂單掉下來了 從五十三掉到五十二 那這個供應商的交貨時間 也從六十五點四增加了 六十七 拉貨時間變長了 那進口的數字 從五十一點八掉到五十一點四 所以看起來拉貨越變弱 那看中國大陸呢 中國大陸這邊四月份的PMI數字 是四十七點四 那中國大陸這邊面臨的狀況 跟美國不太一樣 那他有一個封控的一個措施 對 封控措施呢 這個讓這個原料進不來 貨也出不去 所以供應鏈的輸出受阻之後 供需兩端同步的都下降了 那期預期接下來也會一路的往下走 所以現在中美兩國的PMI 這個美國雖然是往下掉 但至少還在五十這個容枯線之上 但是中國大陸已經連續兩個月都在五十以下 所以中國大陸的這個恢復期 可能要稍微長一點點 沒錯 那我們來看一下一張 油價 接下來看一下油價的一個狀況 那油價之前有提到 今年三月以來 其實一直在歷史新高的一個位置 那在今年在今年年初 這個俄烏戰爭開打之後 歐盟對俄羅斯產生這個制裁的動作 所以俄羅斯的原油還遭到抵制 但是千萬不要搞錯 俄羅斯的石油產量 其實佔全球高達七點五個Percent 是全球第三大出口國 那歐美制裁俄羅斯 他不去出口油之後 這油當然就不夠了 俄羅斯之前是每天出口七百萬桶 這樣的一個石油量 這怎麼夠 所以說供給就產生緊張了 我們可以看一下 這邊OPEC跟IEA國際能源署 對俄羅斯石油供應缺口的一個衝擊 這個綠色代表的是 這個每一天減少的這個石油的一個供給量 藍色的部分 就是每一天對需求的影響量 我們可以看到供給減少 兩百一十萬桶需求也減少一百二十萬桶 結果供給的減少還是大於需求減少 意思就是說 現在石油供給已經緊張了 那接下來還是更加供不應求 所以疫情之後原油的價格 還是維持在高檔 所以原油價格如果下不來的話 大家可以預測通膨 可能暫時也下不來的味道 那可以說的真是對 我們看下一張 我要說的正是能源成本的上升 會支撐通膨預期也是很難下降 看到這邊有一個圖表 這個桃紅色的部分 就是這個能源的成本 就是油價的部分 那這整個圖表就是通膨的意思 那這代表說這個油價 其實佔通膨的比重是很高的 最左邊這個是新興國家 是 這邊這個是英國 這邊是美國 所以看到油價佔通膨率的比重 其實這三個市場 都是佔差不多是一半以上 是 所以說其實能源成本上升 看起來通膨預期 還是會讓鮑威爾去支持 六月份中的時候 還是會支持至少兩次的一個 升這個五十個BP 這樣子的一個加息的程度 所以升起兩碼的機率還是很高 對 而且今年十一月 還有一件重大的事情 美國中期要選舉 這個時候民主黨要交成機單了 那這個時候到底可不可以去 有效的平衡經濟跟價格的 一個平穩的力度 就是十一號要來檢驗成績了 所以說其實在第三季之前 廢的政策風向 其實我們預期還是會朝向 壓制通膨為主 婉姻 我們剛剛說這個樂觀的 認為通膨拐點已經出現 可是聽起來 你好像是屬於比較悲觀的 那個 對 因為你們覺得通膨好像下巴 不來對不對 對啊 是 那我們看下一張 好 回到臺灣的四月份出口 怎麼做解讀呢 看了美國跟中國之後 我們還是要回過頭來看看 我們臺灣 那臺灣這邊四月份出口 年增率是十八點八% 也比三月份下降了 注意到的是三月份的數字 其實非常好 那時候連三十三紅 是創下單月的歷史新高 四月份結果又掉下來了 這是為什麼呢 因為臺灣其實是一個出口導向為主的國家 我們的出口其實佔了GDP比重高達六成以上 但是中國封城了怎麼辦 那臺廠在長江三角中地區的貨出不去了 那我們的一個出口訂單當然就跟著滑落了 那其實這樣子我們出口年增率 接下來我們認為說 也有可能會受到影響 因為目前中國封城 動態精靈的力道 還是沒有降下來 所以剛剛講完中美 下講臺灣 臺灣你聽起來也是偏保守 偏保守 偏保守 OK 是 好 那我們看一下 你們這個國票投顧規劃 臺股目前的一個區間大約在哪裡 我們規劃的一個區間 第二季的指數區間 是在一萬五千五百點 到一萬七千五百點 我們之所以認為一萬五千五百點 是一個下緣的原因 是因為接下來升息會是六月中 我們認為說這個加息的力道 可能不會再更嚴重 因為看起來上次包圍 也並沒有更加的鷹派 所以我們認為可能在一萬五千五百點 是一個下緣的位置 也相當於1.9倍的PB 但是今天的高點 真的是已經過去了 是 那接下來 這一波最低點是15616 你們是15500 差不多了 所以現在是在區間的下緣 現在是在區間的下緣 所以應該是找機會選股買股票的意思嗎 是的 我們接下來會推薦這個概念股的一個部分 好 那有哪一些個股範例 待會跟大家做報告 好 那我們來看下一張 直接從這個選股邏輯開始 好 我們來看一下選股邏輯 那這邊要先來分享一下臺灣電價的一個狀況 為什麼要講工業電價呢 因為臺灣的工業用電佔總用電量的接近六成 我們的電價其實幾乎是亞洲最低的 我們只有比中國跟馬來西亞高而已 也比日本 菲律賓 新加坡來的便宜 那這樣便宜會造成什麼影響 便宜聽起來好像很好 對不對 可是其實這個是低的太過分了 因為其實臺電去年的賬面虧損高達385億元 其實臺電 因為臺灣的電價太便宜 所以臺電其實他 默默地承受虧損 沒有調高電價 所以讓他們虧損非常多 尤其今年惡物戰爭開打之後 其實這個他購電的一個成本已經上揚 可是他又不能調漲電價 所以導致今年大概你記得 還有303跳電事件 有的 那個時候就是單一的輸配電廠 他有系統事故的關係 那所以說造成現在大家非常多關心 那接下來我們的電網牢不牢固 那臺電其實因為虧損的關係 他非常的沒有辦法去投入電力 跟電網的建設 因為沒有錢 所以說他沒有辦法去確保供電的可套度 那怎麼辦 我們看下一張 那其實因為我們的用電的價格非常便宜 所以造成我們的用電量 每年平均成長2.6% 我們非常特別 我們跟這個法國 英國 德國 這些先進國家不一樣 人家是每年在減少用電量 我們是在增加 真的 好明顯 對啊 那現在其實 是因為我們不夠珍惜 大家都亂用電 還是說我們的這個製造業 因為很多廠商回流 所以需要更多的電去供應他們 對 因為我們的能源價格太便宜 我們沒有以外銷導向 所以我們出口的價格相對這樣就會有競爭力 但是這其實是政策補貼的結果 好 那我們看下一張 那因為我們接下來要進入A夏季用電高峰 那這個時候剛剛已經提到我們的用電網 其實是不夠牢固的 所以造成有跳電的事情 所以這個時候 我們必須要使老舊的區域電網 要再去維護才對 更不要提我們還有臺北大巨蛋 跟國家生技園區 這些也還要用電 對 我們可以看一下六都行政區 最近這兩年用電的幅度 臺北市這兩年增加了十五Percent 那這個桃園市跟臺中市增加的幅度最大 有高達三成 所以說其實進入夏季用電高峰 看起來這用電都是在進行成長的部分 我們應該怎麼辦呢 我們看下一張 好 好 那臺灣其實政府有注意到這個部分 我們也是積極地想要去發展 再生能源的部分 我們目前臺灣發電的比例裡面 只有五個Percent是來自於再生能源 但是我們的目標是什麼 我們的目標二零五年是要做到兩成內 觀眾朋友 剩下三年而已 要從五趴拉到二十趴 這幾乎是不可能的任務 那我們跟這個全球的其他國家比起來 我們也是遠遠的落後 人家全球平均是三十八Percent 是捷徑能源 我們只有五個Percent而已 那等於說政府要趕快加大力道 趕快加大力道 好 那我們看下一張 好 這個時候我們就認為這個 A3708的善委有機會 做一個社會 為什麼呢 因為今年以來提到了能源價格 我們認為是居高不下的 另外今年俄乌戰爭開打之後 歐盟為了制裁俄羅斯 也發現他沒有辦法再去這樣仰賴 俄羅斯的石油跟天然氣 他必須自己要自己自足了 那其實他們也已經開始在計畫 我一定要加速建制 這個再生能源的設備 那善委他已經在裡面 已經耕耘非常久的一個時間了 那他其實在這個歐美國家 已經長期的去拘雲這個區域的市場 再加上他的一個廠區目前沒有什麼在中國的 封城的影響裡面 是不是認為他有機會獲得更多的資金關注 好 這是他的技術名 之前其實這個量都很低迷 到四月份開始 開始有一點量量出來 我們看一下K線圖 是的 那其實善委今年光是本業的部分 我們預估是做到3.23塊的一個純液 那今年再加上海洋的 海上風電廠的一個韌列的挹注 那預計全年加上業外之後 可以做到8.78元的一個整個獲利 另外再加上他還有在做碳纖維的複合材 他除了做這個風電的葉片之外 我還有做這個碳纖維的複合材 所以說會隨著風機的大型化 會跟著受賄 而且這一波股價已經確實修正了一段 那台股財在這個年限底下 他現行算是相對強勢 相對強勢 我們其實認為說 其實台灣要發展再生能源 風電太陽能 這些都是不可或缺 我們認為善委石油機 會在裡面受賄的 好的 非常謝謝這個婉營的一個分析 那下一個階段 我們來討論一下美股 美股的稻球已經連續週K七連黑了 到底你現在要樂觀還是悲觀呢 我們請教到詠寧副總來告訴你 大K今天要分享一個好消息 那就是 那希望大家持續支持我們加入訂閱 成為我們財經大白話的一員 一起在股市中成長 不管你是財經小白 還是投資老手 天天都有消息跟您做分享 讓你的存款數字跟手機號碼 一樣長